也很有意思 物流大王 結果呢 現在是AI概念 正統協同 就覺得很奇妙了 哪家公司呢 叫廣運 廣運呢 其實他之前做的是什麼 做物流的呀 但是現在怎麼被貼一個標籤 說他是正宗AI股呢 還變成標股呢 大家就好奇了 到底他是如何轉股 還是人家本來就是AI 只是我沒發現 施東哥這是一家什麼公司 對 沒錯 是讓大家知道說廣運過去 如果你聽到的話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自動化的設備 做一些倉儲那些 他過去其實主要客戶 包括說像蝦皮 摸摸 他們都做所謂的倉儲 還有自動化的一些 這個手背 或是說設備等等的 這樣聽起來AI打 八竿打不著 對 沒錯 但是他今年的股價就狂飆 從二十幾塊一路狂飆 到近百元左右的狀況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市場把它貼上說 他是一個AI概念股 那為什麼 當然因為他其實呢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打造 所謂的這個散熱能力的 高達一千瓦以上的 他們變相靜默式的 這個所謂冷卻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 這個冷卻系統 在伺服器裡面來說 有所謂的過去的水冷 氣冷 那現在是有所謂的液冷 那這種是靜默式的冷卻系統 這是最新的 用特殊的液體 把它冷卻下來 那可以 這個不論是 這個冷卻的效果 都是比較好 那而且他散熱能力 可以高達一千瓦以上的 這個高的這個散熱能力 那也就是說因為這個產品推出 那市場上說 他已經打入了鴻海廣達還有偽創 我們知道鴻海廣達偽創 都是所謂的AI伺服器的供應鏈 所以他等於是說變成是一個 AI伺服器的這個散熱的概念股 好那因為他現在目前為止 散熱不是只有所謂伺服器需要用 包括說你看5G的這個數據 數據的這個機房 還有儲能設備 然後充電的這個充電裝 還有替代能源都 可能都需要用到一些散熱的 相關的這個方案 所以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他整個散熱的這個比重慢慢的提升 那我們看到其實他這幾年 因為2021年的時候 20跟21年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當時的整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你看他是負值 我們看到他獲利那一張 是虧損的對不對 零軸以下是虧損的 然後到22年開始的時候 自動化業務比較好 所以讓他整個獲利上升 但你看他今年上半年 其實獲利已經非常好 你看如果以去年的狀況來說 他已經去年的一半再多一點點 那主要原因是除了 自動化的設備的業務之外 還有所謂的散熱來加入的時候 整個這個業績是相當好 那尤其他現在目前為止 掌握了這個訂單非常多 他自己也講 因為他這幾年已經轉型 往所謂的半導體領域去發展 所以他把今年定位成半導體元年這樣子 預計他今年的業績是相當好的 好 那我們講到他為什麼能夠變身 從一個AI股呢 我跟他講其實他過去最主要的產品 就是自動化的這個設備對不對 那他其實他也有做很多轉投資 如果我們講到廣運的話 我相信大家應該聽過一家公司 叫太極 太極其實就是他的轉投資 太極轉投資他最早要做什麼 太陽能不是嗎 對 太陽能 還有做什麼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他其實有做非常多 因為他想說這個自動化設備 畢竟是個比較穩健的產品 那我們要怎麼去轉型 所以他很早就做了包括說像投資太極 太陽能或是第三代半導體 但是說真的啦 因為太陽能的競爭太激烈 太慘烈 那第三代半導體也目前為 沒有做出比較好的成績 所以你看太極的股價 其實就並沒有很好 但是他們現在為止來說話 他們就在2018年的時候 當時現在的這個執行長是謝敏凱 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他的父親就認為說 我們未來可能要轉做一個 比較特別的產品 所以他就2018年 在他父親的主導之下 他就要投資所謂的 液冷的散熱的相關的這個領域 那他當時挖了非常多人 挖了非常多人 結果沒想到那些人 就因為做不太下去 當時這個液冷的 液冷怎麼沒有人在做嘛 所以當時很多人就完全都離開了 陸陸續續就離開了 結果他就說 他父親就說 我們又咬著牙關把他做下去吧 所以謝敏凱就說 那我們就親自來把他做下去 那後來慢慢慢慢 因為他們要取得這個其他夥伴的幫忙 後來有工研院也加入他們了 另外還有一個齊陽 齊陽也是上過的公司 也說那我們一起來做吧 所以慢慢慢慢 後來就做出了一點點的成績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就開始用這個 就打入了我們國家高速運算中心裡面的 這個他們液冷的相關的設備 那很多人就說 那你做這個液冷跟你完全沒有相關 可是問題是我跟大家說 事實上過去我們國內的散熱元件大廠 譬如說像齊鴻 雙鴻等等 他們過去可能都是 這個算是用這個所謂散熱管 散熱導管或是銅片去散熱 過去這個跟液冷其實也不一樣 他們其實要掛入所謂液冷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概念 甚至你過去你有水冷 水冷跟液冷也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說那我們其實跟他們 這個所謂的其他散熱廠商的出發點差不多 所以他們就變成是這樣 那他因為他們預估說這個所謂液冷 液冷式的所謂淨墨式的這個散熱 未來年均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複合成長率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們就看好這一塊領域 就積極的進來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包括齊鴻 雙鴻 還有高麗等等 也都是要跨入這個領域 這個當然還有得競爭 不過他經過這幾年的轉型之後 他已經從他過去的傳統的 所謂的自動化設備 現在也貼上了AI的標籤 對 所以AI是趨勢 那麼看到了很多後機勃發的 以前都在做這些的 好像現在都可以搭上 這個AI的一個順風車了 這是廣運